第十八屆亚洲运动会 8月18号将在印尼亚加达举行 是亚洲地区大规模高水准的 总和性运动会 体育署也定出目标 希望突破上届十金记录 曾在台北世大运 以及五月体操世界杯 获得男子安马项目金牌的李志凯 也在参赛名单中 被YG看好这次的体操代表队 有望再度摘金 李志凯过去曾参赛许多国际赛事 包括2014年仁川亚运 南陵世界经济体操锦标赛 以及2015年光州市大运 格拉斯哥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 2016年里约奥运 2017年台北世大运 2018年墨尔本体操世界大奖赛 亚赛拜然体操世界大奖赛 以及克罗埃西亚世界杯体操赛等等 累积了不少大型比赛经验 距离亚运倒数一个月 他表示不担心确场会积极备战 对于这次亚运鱼其实备战了蛮久 其实目标一直设定在重点换来按码项目 希望可以把自己的最好一面表现出来这样 翻滚把男孩纪录片受到外界瞩目的李志凯 拿受的汤马士回旋 完美的按码动作横扫国际 他将每场比赛当作最后的比赛 奋力拼搏不留遗憾 在8月的亚运赛目标再摘金牌 为台湾争光